我認識的西夫復刑會出現在這時段你484啞種 哼 我覺得大家在看TS時間的時候一定要搞清楚的觀念就是 每一把武器的上限不一樣 槌子5分那是因為量三槌的關係啊 搶是一回事 討不討喜是一回事 結果他都沒有武器平衡更新欸 他真的都沒有想過那些整天他追著某某的尾巴跑的武器欸 我想說過了一個月之後應該會改一下 結果也沒有 趕不然買一台變平的給我 囉嗦 欸屁啦 我不是回避掉了 他打完雷 然後之後我又不知道吃到什麼東西 WTF 沒有Pro玩起來FPS很低 有辦法解決嗎 換Pro 不然就玩PC版 XDDD CDDD XDDDDD 再見了 我的腳腳 啊啊啊啊啊 XDDDDDD XDDDDDD 又要重掌了 好啦 請問他要怎麼打 哼 哼 先來看一下他會什麼東西好了 What 欸 完全不給機會欸 三小 他好北七喔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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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我現在沒有跟你打的意思 不是他進那個金毛之後 他那個連續權是沒有印子 沒有預兆的 他是直接來 What the fuck Fuck 奇怪我剛剛第一次看到他那個 跳鋪的時候他的判定還沒那麼高 為什麼他現在變那麼高 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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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騎在上面被抓下來 哈哈 屁啊他有兩次判定欸 超級猴子球 啊 從那個怎麼這麼爛 完全不利對決 他的死角 大部分是在他的胸口 底下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不知道呆在胸口直接不動 會不會跟他打到 欸不會欸 齁 Fuck 其實我如果用太刀的話 應該可能會好一點 我覺得 可是我不想拿太刀出來 呵呵呵 弓箭 弓箭應該是好打的 我覺得 我覺得他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沒辦法上軟化所以輸出打不出來 噢 欸他那個他那一拳也太痛了吧 不是啊你那個傷害分布不能這樣寫啊 他那個那麼快的東西 那個比小如來還快 然後他垂底下半條沒了 畢竟他的模組是舊的 我發現舊模組的龍都有一個痛病 你只能你只能等大雀 剩下時間基本沒 基本沒有沒有手段可以打回去 好久沒玩太刀了 他到底要怎麼玩 老賽 幹 打起來好煩躁喔這個 打起來好煩躁喔這個 啊不要喔 幹他的那個動作 他的動作有顯接好多種派聲真的好麻煩喔 而且他那個 他那個是一瞬間 一瞬間就要做反應 像他剛剛那個先摸一下之後 他後面我至少 我目前看到至少兩種 一種就是連續拳 一種就是飛撲 我要間切那個東西的話 就要用砍的 幹這種幾乎沒有死角的設計 我自己真的好偷衝喔 我只能用更快的跟他打 我只能用更快的跟他打 好要打頭 他頭那麼小一顆 幹 幹 充能斧才不好打 你對著一個拿充能斧 然後現在 然後然後現在沒有在拿充能斧的玩家 然後講出這一句話 你不知道我早就用充能斧試過了嗎 我已經放棄了 真的幹充能斧真的打他會變 真的會打他會變大隻的騙手欸 謝謝 啊不要 落賽幹 哎呦我的圈怎麼沒有出來啊 啊死了 幹斷叉 啊我的圈怎麼沒有出來啊 哎呦 啊 右邊顯示恐暴龍中了藤蔓陷阱 請問 有事 挖 覺得這隻牆嗎 牆跟無理是一回事 我覺得他很無理耶 跟黑瓜比起來 他更無理 他更無理 可是我覺得 我是我覺得 黃雲狂暴龍已經有優化過了 他這個他這個超過分的 他全部的招式硬直都沒有 都沒有一個是打 打充能斧是沒有安全打 高劫跟超劫的那個 的空間 完全沒有 跟跟滅盡龍王一樣 還好啦 我會比較想打狂暴龍耶 哈哈哈哈 這隻真的 這隻真的太誇張了啦 狂暴龍還有 狂暴龍至少還有大雀 他完全沒有耶 他還有瘋壓是不是 哎 喂 喂 請准許我這樣說 爛模糊一隻 你 看見嗎 你看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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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陣應該是好打的 一刀脫離 打這隻脫脫的 蓄衣應該都是在他那個 他那個可確訪的時間之內 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他那個旋轉 他以位移的那個軌跡也有攻擊判定 他是屁股有長刺是不是 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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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射一拳 了 好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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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 幹 那個青蛙幫倒忙啊 你贏了咧 他直接cancel掉他一個硬直 然後直接接一個新招 What 痾 你知道之前已經被恐暴龍氣過一次了 這一隻打他完全不會想生氣 你知道嗎 好啦他睡覺的姿勢還蠻 蠻Asali的 給你個好評 真的我想不到衝突服有什麼好的打法耶 沒有爆發 我打不出爆發出來 他是快到連高潔都打不出去耶 不行不行不行 你看我配什麼鬼東西 我連說到3都配了耶 我就是要蹭那個斧傷害 而且我覺得他有好奇怪的地方是為什麼他的頭沒有 他的頭部居然沒有那個軟化判定 我就跟你講說飛翔爪是一個很垃圾的 很多餘的設計 超糞 我覺得他如果沒有飛翔爪的話打起來搞不好還會輕鬆一點 不是 穿衣裝硬上你會被他抓下來你知道嗎 他會把你直接從他的肩膀上面直接拉下來 其他地方就把他帶來 所以現在就是要直接開農聚魔之1 不要一次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再打進4隻 好不想打巨魔